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5日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在南海台海的挑釁 正改變印太局勢 更有分析人士指 中共黨魁習近平正將中國引入準戰爭狀態 習近平在9月30日率領中共常委等 為英雄人民紀念悲獻花籃 悼念中共官方指定的烈士 外界注意到 在中共歷屆黨魁中 習近平最重視紀念烈士 旅美時評人吳宙來話 江澤民時代不搞這種宏大的紀念 當時全國的大使是滿聲法大財 胡錦濤時代紀念的目的在於統戰 胡錦濤一是通過向英雄紀念 比獻花籃 以時正統 而是到陝西皇帝寧舉辦公祭 增加所謂的民族凝聚力 統戰海外華人 吳宙來接著談到 習近平認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世界第二 他想要與美國分治太平洋 並控制台灣、日本、北京要想達到這個目標 就必須通過一系列戰爭 因此習近平對日本、台灣甚至對印度都採取挑釁政策 習近平亦因此需要鼓勵犧牲精神 他就特別重視在天安門廣場的這些紀念中共先烈的活動 吳宙來說 所以習近平現在是倒行逆施 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方式 將中國引誘到一種準備狀態 整個中國不是冷戰狀態 而是一種備戰狀態 台灣明確意識到中共的威脅 身出汗的經濟學人雜誌 雲登對台灣海軍司令和華上將說 共軍正使用網射戰略對台灣施壓 共軍已經打算好 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封鎖台灣 唐華上章提到 中共軍機穿越台海中線的次數 1月是36次 到8月已經增加到193次 增長5倍多 在台灣周邊活動的共軍軍艦數量 由1月的142艘增加到8月的282艘 翻了一倍 這些軍艦越來越靠近 已貼近台灣備輪區 而且共軍軍艦的巡邏時間 由之前幾個星期增加到幾天 台灣通常要出動25%至50%的戰艦來應付 唐華表示 共軍正試圖令台軍根疲力盡 試圖令台灣犯錯 以台灣以克制的方式應付 避免給北京製造衝突的藉口 中共對外挑釁 加上俄烏戰爭衝擊 令印太局勢出現變化 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提出 組建亞洲北約以及日本要擁有核武器 石破茂上個月表示 如果將俄羅斯視為中國 將烏克蘭當作台灣 這樣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日的亞洲 東亞無北約這樣的結構 如何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南韓《朝鮮日報》4日發表報導指 如果石破茂打破60年的無核三原則 東北亞將發生或時代變化 而南韓總統及國防部長 更利益罕見公開討論擁有核武的可能性 獨立視頻人蔡慎坤認為 中俄支持北韓、伊朗、巴基斯坦擁核 也意味著潘多拉、摩克被打開 與中國相鄰的越南、海峽對岸的台灣 也可能擁有自己的核武器 例如台灣一旦湧核 武力同一台灣就成為真正的中國夢 當中國輪郭 相繼擁有核武器時 中國核武器就淪為一堆玩具 中共政撻、風雲跪拳 連續幾個落馬的官員都透著古怪 有分析指 這個反映黨魁習近平的權力被削弱 先是中國聯通集團黨組成員 副總經理曹慶迅 因涉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接著9月30日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國家 被李希掌握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和李冠傑的中組部 權力、合格的結果 而李希和李冠傑 都是習近平身邊的紅人 陳破空對韓中國表示 李剛其實一直受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李希的重用 另一個落馬的聯通副總經理曹慶迅 曾在中組部工作 是原中組部長陳希的肝像 陳希是習近平清華的上下鋪 幫襲奪權 至今還保持黨後後長的職務 也就是說,兩個落馬虎、李剛和曹慶迅 都是習近平親信的下屬 陳破空認為 不排除一個可能 就是三中全會上政治老人 和其他派系對習近平泛爛話 你們照別人不照自己 你們習派那麼多貪腐 那麼多問題不查嗎? 可能習近平為了復原沒辦法 陳破空表示 習不能直接搬動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將他們教出來 但他可能將部級官員教出來 自斷手腳或者自我輸成 以前是習派針對反習派 但如今習派也被針對了 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 習近平的權力削弱 陳破空還認為 中共元老在十一招待會的路面 也說明習近平權力被削弱 陳破空說 9月20日中共政協成立75週年 舉辦慶祝大會 三個前任政協主席賈慶林 余正勝、汪洋都出席了 但官媒報導中 根本沒有提他們的名字 到十一招待會政治老人傾巢而出 官媒挨過報名字 還高調播出溫家寶和習近平在一起的鏡頭 可以看出政治老人的情況發生變化 說明習近平現在需要政治老人 這與習近平面臨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外交危機有關 陳破空認為 變化系出現在7月的20屆三中全會之後 習的權力受到削弱 當時連李奇都不得不配合其派系 令媒體下架習一段時間 習有求於政治老人了 因此在十一招待會上出現了23個前任 現任常委迫是一張桌子的現象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有一些像集體領導回歸的姿態 中國大陸因為中共10月1日建政 所以這一天成為規定的假期 每年的十一假期 都會出現很多令人為之執目的旅遊亂象 在安徽皇山 有民眾想追日 但卻不願意下山 附近旅館也嚇滿 遊客索性在廁所睡覺 要工的人員不停廣播說 因為警區日夜溫差較大 請未在山上預訂住宿的遊客 及時下山 而遊客有些是有備而來的 有些就是就地取材 或者坐或者睡 穿著口外套 蓋著毛毽 逼在廁所裡過夜 這是中國大陸疫情之後 消費降級衍生出的最流行的 特種冰色的窮遊法 強調要花最少的錢 在一天之內完成所有行程 南太行山的一線天 也有很多人為了留著美好的一刻 站在打卡熱點不停地拍攝 造成等候排隊的人潮太多 造成擠迫 後面的都已經塞著 民眾忍不住發火大鬧 也令不少人感嘆 出來玩還要受氣 不如留在家裡 更壯觀的還要數廣場看星期 網友發影片 聽影片的口音應該是4000的 充滿所謂愛國激情的民眾 在廣場聚集就是為了看星期 但人潮散了之後 周圍都是垃圾 清潔工人感嘆 請將你們的愛國熱情帶走 那不禁令人思考 愛國是什麼概念呢 難道在中國愛國這個名詞 只是一種生意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據NBC新聞報導 一名以色列官員 以色列對黎巴嫩境內 貝魯特的一個地下掩護場所 發動了新一輪空襲 目標是真主黨預定的新領導人薩菲丁 他當時正在和其他高級武裝分子會面 以色列官員還表示 他們的目標是摧毀真主黨的能力 以色列軍方已經確認 真主黨網絡通訊負責人薩卡菲死亡的消息 薩卡菲自從2000年以來 一直是真主黨高級成員 負責該組織的通訊部門 他和集團內的高層領導關係密切 目前 以色列國防軍仍然評估薩菲丁是否被殺 但是在X平台 已經傳出薩菲丁的死亡消息 有網友表示 接替前真主黨的新領導人3日已經被淘汰 也有很多人表示 是薩菲丁身處地下深處的掩護場所 命運仍然未知 黎巴嫩方面報導說 死傷人數很多 救援隊根本無法到達受攻擊的地區 綜合海外媒體報導 黎巴嫩交通部長哈米耶指出 以色列4日空襲黎巴嫩和敘利亞邊境的馬斯拉口岸 砸出一個闊四公尺的巨型彈坑 導致雙向交通中斷 也撤斷了難民 由黎巴嫩逃往敘利亞的路線 而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就指控 伊朗支持的真主黨 利用馬斯拉邊境口岸 將武器運入黎巴嫩 以色列不會准許走私這些武器 一旦有必要 將會毫無猶豫採取行動 隨後在4日清晨 以色列北部的海法和加利利響起空襲警報 以色列軍偵察到大約20枚火箭炮 由黎巴嫩進入以色列領土 大部分都被防空系統攔截 而其餘就落在空地 主要在海法以北的雅姆村 輕幸只是造成財物損失 沒有人傷亡 據半島電視台3日報導 伊朗已經透過中間人向美國表示 以色列針對伊朗的任何攻擊 都會受到非常虧回應 包括瞄準以色列的基礎設施 美國總統拜登3日表示 他不會就伊朗飛彈襲擊可能的報復目標 和以色列公開談判 但他表示不相信中東會發生全面戰爭 據路透社報導 拜登說這類戰爭可以避免 但需要採取更多行動 確保避免戰爭 但還有很多行動要採取 很多事要做 拜登強調說 我們已經協助以色列 我們將會保護以色列 但據聯合早報4日報導 拜登說美國正在探討 以色列襲擊伊朗石油設施 來回應伊朗的可能性 以色列正在權衡對伊朗採取的報復選擇 同一天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 指信給拜登 敦促加速將武器 運往以色列 其中包括多枚907公斤的巨型炸彈 這些炸彈因為人道考慮 而被擱置幾個月 麥考爾在信裡說 我們都希望以色列 用不了這些更重型的炸彈 但這樣在操作上有它的必要 因為以色列的敵人 包括哈馬斯和真主黨 都有目的感 運用地底深處的掩護場所和隧道 我呼籲 請你批准將這批已經準備運送的武器 立即運到以色列 4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5年來首次出現在德克蘭大清真寺 竟然隨身帶步槍 主持祈禱儀式 發表罕見的報道 哈梅內伊在討告指出 伊朗武裝部隊 在幾天前的行動 完全是合法而且正當 重申了伊朗捍衛本國安全的權利 根據《國際法》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利保衛自己的國家 和人民不受外敵侵害 他還表示 伊朗近期針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是對以色列的最少懲罰 如果有必要的話 伊朗將會在未來繼續進行這類行動 並且警告說 以色列的行動 只會導致更多領導人的出現 哈梅內伊強調 這些組織不會退縮 將會繼續和以色列作戰 但是另一方面 就有消息說 伊朗要求俄羅斯分享衛星情報 據伊朗官員說 伊朗已經請求俄羅斯加強衛星監控 偵察以色列的任何報復性攻擊 並向他們發出預警 據報導 伊朗的防空系統 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 有網友在X平台分享了一段影片 這是1985年 在德克蘭的星期五祈禱期間 發生了巨大爆炸 當時的哈梅內伊沒有搖動 沒有被嚇到 繼續他的講道 39年後 在以色列威脅轟炸伊朗的情況下 他回來主持星期五祈禱 還拿著槍 有網友跟帖表示 他肯定是害怕 只不過美國或以色列 不會轟炸一座迫滿人的清真紙 來清除世界上的渣載 俄烏戰爭快進入第三個冬季 俄國經濟與普京政權穩定性最近受到關注 9月30日普京下令將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組成人數 國大為35人 再引人注意的是俄羅斯總統助理9名 因此進入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這個權力核心 9名被認為是普京業門接班人 他由普京貼身保鏢起家 最近不到半年 連續三次被體拔 先是5月擔任總統助理 負責後方軍工生產 再出任俄羅斯國務委員會秘書 據說8月普京要9名負責在10月1日前修復 富爾斯克這項任務顯然沒有完成 目前烏克蘭軍隊仍佔領富爾斯克 不過9名仍在這星期成為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常務委員 有分析指俄羅斯10名總統助理中 只有2人是安全會議的常務委員 1人是帕特魯錫夫 他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 另1人是九名 9名才52歲 就進入俄羅斯權力核心 他未來是否繼續晉升 很可能取決於俄烏戰爭的走勢 目前影響俄烏戰爭的因素 1人是烏克蘭是否佛準 用遠程武器襲擊俄羅斯本土 另1人可能與沙地阿拉伯有關 沙地打算放棄限產量補價格的石油戰略 轉為增產以保護市場佔油率 這可能導致油價下跌 粉飾認為這會重創俄羅斯經濟 因為石油和天然氣一直是俄羅斯最大的單一收入來源 佔全國預算的一半 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 上週六專訪中說 俄羅斯能在任何油價下生存下來 不過俄羅斯前總理卡西亞諾夫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 卡西亞諾夫1日在華山安全論壇上 對阿拉伯新聞表示 俄羅斯的確可以在任何油價下生存 但普京政權不行 油價對俄羅斯的預算及莫斯科的金融穩定至關重要 卡西亞諾夫說 如果在軍事開支持續增加的同時 收入持續減少 那意味著到2025年底俄羅斯的預算將好盡 多謝收聽本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因此 關年 來了 糟